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二讲 今年我在讲台上是给大家 带领大家一同来学习约翰福音 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讲到了约翰福音的第14章 那么我会在每一章经文中间找到这一章的主要的一个主题 然后就这个主题来和大家分享 那么约翰福音第14章的主题就是 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 对他的门徒说 我要走了 但是我会请天父另外派一位宝慧师来陪伴你们 来跟着你们 来帮助你们 这个宝慧师就是圣灵 所以约翰福音第14章 我们会一同来学习关于圣灵的真理 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一个主题叫做圣灵的喜 是不是 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讲圣灵的第二讲 叫做圣灵充满 上一次和大家一同分享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圣灵的喜 我们大家以为非常神秘的圣灵的喜 其实就是每一位基督徒在重生得救的时候 必然要经历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当你重生得救 当你因着圣灵的感动相信了耶稣基督 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最得赦免的时候 你就已经受了圣灵的喜 就如我们上次分享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 所以每一位相信耶稣是主的人 就已经经受了圣灵的喜 因为只有圣灵感动人 只有圣灵打开你的眼睛 打开你的心门 你才会看到自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 你才会明白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赦免你的罪是什么意思 所以还有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 还有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也信了基督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句话清楚地告诉我们 每一位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们就已经有了圣灵 受了圣灵 而且你们的身上有圣灵的印记 这是何等的安慰的确据 还有彼得说的一句话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剩的圣灵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们心里要大有平安 如果圣灵曾经感动你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相信他的死是为着你 你相信他的死赦免了你的罪 你就已经受了圣灵 你就已经受了圣灵的喜 所以我们大家每一个基督徒 无论你信主二十年也好 还是你信主只有一个月也好 我们因着圣灵感动 得到救恩 我们在主里的地位是相同的 我们都已经领受了圣灵的喜 每一个人 无论是牧师 还是一位刚刚信主 生命非常软弱的弟兄 我们都已经领受了圣灵的喜 若不是圣灵的喜 就没有人可以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都已经获得了圣灵的更新 在你被圣灵感动 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他的救恩的一瞬间 你的罪已得赦免 圣灵已经全然更新你 在那一瞬间 你同时得到的是圣灵的泪注 圣灵 就像我上一次讲的 圣灵在五旬节的一天降下 那一天的降下 是位置此后所有相信他的基督徒而降下 所以虽然你在五旬节的时候 你还没有出生 虽然你在之后两千年才出生 但是圣灵那一次的降下 降在教会之中 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之中 降在每一位信耶稣基督而 重生得救的人中间 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了圣灵的泪注 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有圣灵的同在 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 我们得蒙圣灵的保守 直到永永远远 正如圣经中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里面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确据 我们无论是信主多年 已经成为传道人 还是刚刚信主 刚刚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在圣灵的这些方面 是拥有完全相同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保守 圣灵的印记 直到永永远远 那么有什么不同 上一次在最后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过 对不对 我讲过我的例子 康莱昌牧师的例子 很多人的例子 很多基督徒觉得 没有过到得胜的生活 于是他们去追求圣灵 以为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 还会有一个特别的圣灵的喜 或者是圣灵的浇灌 或者是一个圣灵的奇迹 使我们突然有一天 从一个冷淡失败的基督徒 变成一个大有能力和喜乐的基督徒 有没有这样的不同 上一次我已经清楚地跟大家讲到了 从圣灵的喜来说 没有不同 但是从基督徒的生命来说 确实有不同 对不对 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弟兄姐妹 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仿佛是特别的兴旺 他们大有喜乐 大有力量 大有恩典 大有圣灵的果实 而在另外一些弟兄姐妹身上 时常冷淡 时常软弱 甚至有时候怀疑 仿佛得到救恩之后 还缺了另外一种更加重要的东西 包括我们自己在不同的时候 我们也深深地有这样的感觉 有时候我们充满圣灵的同在 有时候我们又冷淡软弱 这不同在什么地方 就如同这个画片上这个基督徒 他独自的一个人 坐在角落中垂头上气 因为这个时候 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他清楚地知道 他已经被圣灵感动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可是为什么他没有活出 神所应许的生命 就如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可是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如这样的一个弟兄一样 独自在黑暗中 在角落中 在自己的失败中 问为什么我没有得到 那个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 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 当我们同样经受了圣灵的喜之后 同样有圣灵的泪住和同在之后 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有不同 我们来看 这个不同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对不对 不是说有的人就是很外向 所以他很火热 有的人就是很内向 所以他很沉默 这个不同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也不是人和人之间性格的差异 这个不同有圣经的依据 圣经中 哥林多前书 保罗曾经说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人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 这岂不是属于乎肉体 造着世人的样子形吗 从保罗的这句话中间 我们就清楚地看到 基督徒的生命有不同 对不对 有属肉体的基督徒 有属灵的基督徒 所以这个就是 当我们同样领受了圣灵的喜之后 我们在神面前有相同的地位 是什么地位 是重生得救 罪得赦免的地位 是圣灵同住 圣灵保守 圣灵印记之到永远的地位 可是同样领受了这样救恩 有圣灵内住的人 却有如此不同的生命 大家看到保罗说 弟兄们 说明他是对谁说话 他是对基督徒说的话 对不对 他是对保罗确信 已经是重生得救的 弟兄姐妹所说的话 而他却说 我不能把你们当成属灵的 只能把你们当成属肉体的 那么保罗在这里清楚地 讲到了有两种基督徒 一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 一种是属灵的基督徒 那么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 就是已经接受了基督的救恩 却生活失败的基督徒 因为他靠着自己的努力 想来过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 当我们感觉生活失败的时候 我们要来看看 我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 还是属灵的基督徒 那么为什么会有属肉体的基督徒 又怎样能够不成为属肉体的基督徒 而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的 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 差别不在于有没有圣灵泪住 都有 差别不在于有没有圣灵的喜 都有 差别在于圣灵充满 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充满 这样的一个题目 为什么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已经信主之后 灵命的成长是何等的重要 圣经中说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我们活得糊里糊涂 成为属肉的基督徒 自己还不明白为何 因为我们不明白主的旨意为何 圣经中还说 不要醉酒 就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那么为什么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 突然要讲到酒 下面我们会来详细地来讲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喜和圣灵充满的区别 上一次我讲的是圣灵的喜 今天我要来讲圣灵充满 为什么我一再地要重复 一再地要强调圣灵的喜和圣灵充满的区别 就是为了让弟兄姐妹们不再受异端 受各种各样的异端邪教 各种各样的神所不喜悦 不符合神旨意的流派 那些谎言所引导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 就如我上次举到的例子 我们渴望过出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于是我们去追求按手 我们渴望能够因此而得到圣灵的充满 我们去追求学习方言 我们去禁食 我们去学习哭 我们去学习跳跃 甚至翻倒在地 我们以为那样是圣灵的喜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 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些关于圣灵的真理 所以很容易就被别人的谎言 拿去了你心中得救的平安和确据 也不知道该如何真正地来做属灵的基督徒 来追求生命的成长 所以感谢主 我们一同来学习关于圣灵的真理 圣灵的真理是又大又蓝的真理 但是我们不害怕 为什么 我们有圣经做依据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请圣灵亲自地来带领 帮助和教导我们 所以圣灵的喜和圣灵充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圣灵的喜只有一次 当你在重生得救 被圣灵感动 承认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 拯救了和赦免了你的罪的时候 你就已经接受了圣灵的喜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任何流派 任何教派 任何大有能力的人面前寻求圣灵的喜 无论你曾经经历的是水喜 敬礼 典礼 典水礼 敬水礼 还是大海里的喜 还是水盆里的喜 当你凭着信心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 你已经经历了圣灵的喜 你在神面前的地位 就是一个罪得赦免 有永生的基督徒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的圣灵的喜已经完成 所有的人地位相同 什么不同 圣灵充满不同 圣灵的喜只有一次 可是圣灵充满 却是多次发生 不断经历的 所以我们所要求的 所要追求的 不是圣灵的喜 我们要追求的是圣灵充满 而且这个圣灵充满 在我们的一生之中 多次地发生 可以长长地经历 不断地追求 圣灵充满与否 就表现在 我们属灵生命的不同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圣经中 讲到圣灵充满 圣经中 你看啊 讲到了 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经文 至少讲到了 彼得至少讲到了 他两次被圣灵充满 保罗也是至少具体地提到了 他两次被圣灵充满 你看 有一句经文说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什么什么什么 是不是 就是那个时候 彼得被圣灵充满了 然后尸体反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这是尸体反在 被他们要打死之前 再有保罗被圣灵充满 定睛看他说 这是保罗对一个 一个一个撒旦的 爪牙 对他说话的时候 驳斥他的时候 是被圣灵充满 然后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那些门徒们 包括彼得就被圣灵充满 放弹讲论神的道 然后当保罗和巴拉巴 给他们讲道 讲完之后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这些经文很多 这些经文表示了什么 又被 那个时候又被又被 这说明圣灵充满 是多次发生的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 有一个神迹发生 今天我们请来了 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仆人 他一按手 一讲道 或者是 把大家招到台前 一下跪 于是从此里 就被圣灵充满 从此里的生命 就大不一样了 可是圣经中 不是这样讲的 不是这样讲 圣经中的经文 一再清楚地表明 圣灵充满是 多次发生 不断经历的 所以这也给我们 带来一个很大的安慰 就是当你现在 感觉圣灵充满的时候 或者当你现在 感觉不到 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都有机会 再一次领受 圣灵的充满 而且神给我们 圣灵充满的经历 就是一生的经历 多次发生 不断经历 这是基督徒 一生属灵的道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圣灵充满的 我们大家 以为圣灵充满是什么 很像这个图片 我专门在这写 错误的理解 我们以为是什么 这是个什么 一表盘 对不对 我们汽车上的加油 加油的 我们以为 哇 我今天 被森林充满了 过了一个星期 我就游泳完了 我星期天来听了一场道 哇 森林充满了 充满了 回去之后 看谁都充满爱心 读经满有乐趣 唱其赞美 是很大声 星期二还好 星期三 比较少了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但下个星期天之前 我已经 空了 所以我再到教会来 加油 再次森林充满 于是我又回去 嗯嗯嗯嗯 不够用我一个礼拜的 或者像小朋友说 Free review 是不是 当我今天 到教会来 教会发给我一个 可口可乐的杯子 可以 Free review 森林 我爸喝完了 再拿这个杯子 再去兼满 然后再喝 这是我们大家以为 被森林充满的经历 是不是 我们都有这样想法 说 森林啊 求你 这个大大的浇灌在我的身上 对不对 这句话没有错 但是我们看怎么理解 就是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说 求你把我的油箱加满 求你把我的这个 我买的这个可乐的杯子 再一次的充满 求你 再一次倒在我身上 圣灵 你再一次倒在我身上 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圣经中 耶稣说 信我的人 从他府中 又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 只涌到永生 这句话表示什么 表示圣灵不是从外边 再浇到里边来 不是拿一个杯子再接进来 不是到加油站 接一个管子再接进来 来是圣灵就在你的里面 在你的里边 像活水的江河 只涌到永生 所以 这个是错误的理解 为什么 我们以为我们在 接受圣灵的 领受了圣灵 圣灵泪住在我们中间 是刚给了我们一家轮 对不对 今天我觉知信主了 于是我就得到了 一家轮的圣灵 回去用了几天用完了 我恳求主啊 天父你再赐给我 两家轮的圣灵 然后我又用了几天 又用完了 于是我去参加一个退休会 这次一次性得到了 二十家轮的圣灵 于是我又用 这回管的时间比较长 我以为管的时间比较长 结果突然碰到一个小人 每天在公司里跟我作对 所以很快就把我的二十家轮圣灵 一天之内就消耗完了 于是我又要再去 恳求 恳求谁再给我一点圣灵 接着牧师 接着属灵的材料 接着参加服饰 我们大家一直是在 求家法 是不是 主啊 你再给我点圣灵 天父你再给我一点圣灵 再给我一点圣灵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 在我们 因着圣灵感动 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那一瞬间 圣灵就全然地赐给我们 我上次已经讲过 圣灵是什么 圣灵是什么 圣灵就是神本身 或者说圣灵就是神本人 圣灵就是神 我们刚才这个错误的想法 把圣灵当成神的一种能力 当成一种东西 当成神发出来的电 神发出来的力量 神发出来的油 神发出来的水 我们把圣灵当成一种东西 好像是有数量 栏数量来撑来量的 所以我们说 今天你给我一点圣灵 明天再多给我一点圣灵 今天我身上只有一半的圣灵 恳求你帮我加满圣灵 我上次在讲的时候 已经非常清楚地讲到 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灵本身就是神 如果我们对圣灵的看法 把圣灵当成神的一种力量 当成神的一种东西 当成神的一种属性 我们就是异端 因为圣灵就是神 圣灵有位格 有位格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好像一个人 圣灵可以与你对话 圣灵可以生气 可以高兴 可以做事 所以你不能够把一个人 当成一种东西 你也不能把圣灵 当成一种东西 更何况圣灵就是神 你不能说 今天得到了圣灵的头 明天得到圣灵的胳膊 后天得到圣灵的脚 等我一辈子到老的时候 圣灵终于整个地给了我 圣灵在你接受 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那一天 就全然地给了你 完完全全 完完整整 他就住在你的心里 全然百分之百 而他在你的心里 将是活水的江河 所以你一切所追求的圣灵的力量 不是在球上面 再降一点油 再加一点水 乃是圣灵在你里边 要涌出来成为活水的泉源 那你说 既然如此 我们大家都已经得到了 百分之百的圣灵的泪注 那为什么我就涌不出来呢 为什么我们的表现和生命就不同呢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来一同学习的 不是加法 来是减法 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错误 就是我们拼命地在求加法 主啊 你再赐给我这个 你再赐给我那个 赐给我这个 赐给我那个 以至于我可以更加地成长 更加地生命成长 可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不是加法 神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赐给我们 我们的问题是减法 我们要拿走我们之情 所以圣灵充满你多少 不是在外面求更多的圣灵 乃是你被圣灵掌管有多少 所以回到刚才那句圣经说 不要醉酒 乃要被圣灵充满 那么这有一个比较 大家知道醉酒的人 我们会说什么 说他被酒精控制 对不对 一个人 为什么喝了酒不能开车呢 因为他不受自己的控制 他受谁的控制 他受酒精控制 当一个人酒后胡言乱语 或者酒后做很荒唐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说 这个人是受酒精控制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 不要醉酒 就是不要受酒精控制 要被圣灵充满 意思就是要被圣灵控制 所以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 要被圣灵掌管和控制 你被圣灵掌管和控制有多少 你就被圣灵充满有多少 所以这个是圣灵的意思 这个是圣灵充满的意思 不是说求外面给你更多量的圣灵 乃是说让圣灵完全地得着你 你被圣灵充满的程度有多高 就是让圣灵得着你的程度有多高 举个不太恰当 但是比较好理解的例子 就像结婚 对不对 你跟他结婚了 就像是你从圣灵受洗了 这个时候你得到了 你已经结婚了 对吧 你只用结一次 你不用老是结婚 你结一次你已经得到了这个婚姻的地位 你已经完全地得到了婚姻的地位 可是你能不能享受到婚姻两个人 彼此相爱的这个喜乐 就看你把自己交给他有多少 因为你已经完全得到了这个婚姻 但是你把自己交给这个婚姻有多少 我们知道很多婚姻不幸福的人 都是因为保留自己很多 大家可以想一下 保留自己很多 他已经一次结婚了 但是却享受不到二人相爱 婚姻中相爱的 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交出去 没有把自己交给这个婚姻 所以我们会听到有一个很荒诞的词叫 MBA 就是married but available 就是虽然我已经结婚了 对吧 但是呢 没有结婚的那些事情我也可以做 是不是 那么married就意味着你要 所以他已经得到了婚姻的全部 但是他却保留了自己 没有让 没有交出自己多少 我们看到婚姻幸福的人 一定是把自己交出去多的人 你把自己交出去有多少 你就可以得到婚姻的多少幸福 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 参加了很多婚姻的辅导营 我们有刚结婚的人 我们有结婚好几十年的人 你们可以想象 你们可以想到这个 婚姻中间的幸福 就是彼此把自己交托给对方多少 如果你说我虽然结婚了 但是我保留我90%的自己 只把10%给对方 你的婚姻一定不会幸福 当你全心全意把自己交托出去 当你的婚姻占有你多少的时候 你就会有多么美满的婚姻 所以这个是个小例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圣灵充满 不是你要圣灵有更多 乃是你把自己交给圣灵 被圣灵管理有多少 你就从圣灵得利有多少 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 都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什么时候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是我们全然降服 愿意把自己交给圣灵来管理 愿意听从圣灵的引导 愿意放下自我的利益 来追求圣灵 所代表的神的利益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如果你想被圣灵充满 你不用到外面去追求 按手抹油圣灵更多地在你的身上 因为圣灵已经全然在你的里边 可是你却保留自己 没有让圣灵做他该做的主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属肉的基督徒 就像这个小图片 属肉的基督徒保留主权 你生命 假如这个圈圈是你的生命 对不对 你的生命有很多的事物 假如这些黑圈小圈圈 比方说你的婚姻 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你的儿子 你的财产 你的朋友 你的事业 你的爱好 这些东西都是你生命中很多的 大大小小的事物 而中间这个椅子是什么呢 这个椅子就是你生命的主权 那么现在呢 你已经得救了 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你 你里边已经有了圣灵的同住 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 已经进入到了你的生命 这个大圈圈是你的生命 他已经进到你的生命里边来了 但是呢 他仅仅是救主 他仅仅是救主 你仅仅接受 他是你救主 而你这个椅子是你生命的主权 你自己坐在生命主权上 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 我已经信主了 我相信耶稣拯救了我的罪 非常好 我已经罪得赦免了 将来我会进入永生 非常好 但是 我生命中 其他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由我自己来做主 可以说星期一到星期六 都是由我自己来做主 我依然按照这个世界上的标准 按照我自己的努力 我得要工作 我得要养家 我得要自己锻炼身体 我得要自己搞定我的身份 我得自己要弄婚姻 我得自己安排我孩子的前途 和他们的关系 这所有的事情 我都要靠我自己来做主 星期天我来到这里 承认耶稣赦免了我的罪 星期一我又再一次 在我的生命中做主 那么我保留自己 也许有百分之十 也许有百分之二十 也许有百分之百 是我自己做主 我生命截然不同地 发成了两个区域 耶稣你就负责那个区域 跟教会弟兄姐妹 罪得赦免 那个区域 包括我对我的儿子传福音 带他去主日学 那一小块 我生命中的那一小块 交给了神 但是其他百分之九十 我得自己掌控啊 我不能够 我毕竟还得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毕竟还活在肉体中 所以 什么叫属肉的基督徒 不是说他里边没有圣灵 不是说圣灵没有与他同住 不是说耶稣不在他的生命里 乃是他自己保留主权 就像他结婚了 但是他却没有把自己 完全交托出来 他保留 他拥有婚姻的地位 他却没有完完全全 将自己投入到其中 他有他另外的一个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属肉的基督徒 圣经中讲到 属肉的属灵的 对吧 那就是说 我们原本应该是属灵的 那么世界是属肉的 但是我们有百分之十是属灵的 由耶稣做主 教会里这个 长子会怎么开 分饭怎么分 这个由耶稣来做主 至于家里边 房子怎么买 孩子怎么管 婚要不要离 工作怎么样找 这个是由我来做主 所以我们保留自己很大一个区域 不让圣灵做主 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 但是我们住了一个墙 把它围起来 圣灵如果就像光 我们每天说 圣灵啊 你要更多的光亮 实际上我们有一层 蒙了非常厚的玻璃 把它盖住 不是圣灵没有光 来是我们 非常厚的 肮脏的 不满灰尘的墙 把它盖住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求的不是有更多的光 我们求的是 打破我们的那个墙 擦掉我们的灰尘 让光照出来 所以圣灵在你里边 是活水的江河 而你把它堵住 就好像圣灵是新鲜的血液 而你的血管里 全部都是脂肪 所以你活不出圣灵 充满的生活 是因为你拦住了 圣灵的工作 所以这个叫做 属肉体的基督徒 活在属灵的贫穷之中 就好比你有很多钱 但它被冻结了 被谁冻结了 被你自己冻结了 你有很大的力量 但是你不去用 你有圣灵活水的泉源 但是你把它堵住 你有圣灵新鲜澎湃的血液 但是你把它堵死 所以你就有了属灵的健康问题 这叫属肉的基督徒 圣经中还有一句话呢 来形容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 叫做什么呢 叫做阴海 是不是 大家记不记得 阴海 圣经中说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傅 结果现在呢 还是阴海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 很愿意做阴海 觉得这个是谦卑的表现 在教会里说 哎呀我的灵命很差 因为我还是个属灵的阴海 刚才我讲到 我们什么时候出生 我们是在 因着圣灵感动 承认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赦免我们罪的那一刻出生 对不对 就像一个小baby一样 我们出生了 是个婴孩 天上的天使都欢呼 婴孩出生 大家高兴吗 每个人婴孩出生 大家都很高兴啊 婴孩出生了 很高兴 我们在重生得救的时候 就是那个婴孩 五年过去了 十年过去了 如果这个孩子 三岁了 还不会坐 五岁了 还不会站 七岁了 还不会说话 那我们的高兴 就变成什么了 变成伤心 变成痛苦 变成烦恼了 所以在圣灵里 在圣灵里也是这样 我们重生得救了 我们是圣灵里的婴孩 然后我们要成长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成长 我们一直到现在 仍然是那刚出生的婴孩 婴孩有什么表现 大家知道吧 婴孩就是 比方一个婴儿 他一出生 我们大家好喜欢他 为什么喜欢他呢 他做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做 除了出生 他没有任何成就 所以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 如果是属灵的婴孩 我们的表现就是 除了重生 我们没有任何成就 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我们就是重生了 对不对 我们不能走路 不能说话 也不明白 也不明白神的旨意 更不用说 照神的旨意去行 婴孩还有个什么特点呢 帮不上忙 对不对 婴孩帮不上忙 他不能够服侍 婴孩也不能为别人 牺牲自己 婴孩也不能为别人 担重担 不能上战场 不能够自节 是吧 他拉了裤子 你得给他洗 他不能喂养自己 他也不能自救 遇到任何事情 他都要求别人来帮助 来服事 所以属肉体的基督徒 就像一个婴孩 在基督里的婴孩 刚出生给大家带来喜乐 但是他如果一直是一个婴孩的话 当太久的婴孩 就会变成一个悲剧 一个耻辱 甚至成为教会的负担 成为别人的巨大的重担 当你看到一个人 在五岁 十岁和二十岁 还流着口水 包着diaper 要大家抱 要大家喂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很恐惧 要离他远去 可是我们却在圣灵里 在教会里 在主里边 心安理得地成为这样一个 要抱 要给我擦屁股 要来喂我 这样的一个婴孩 这个婴孩 就是属肉体的 属肉体的基督徒 我们讲到婴孩 这样的表现 会觉得很丢脸 可是在主里的时候 我们却常常这样 浑然不知 所以圣灵就是何等 为我们的担忧 我们相信做过组长 做过小组长 做过教会的长治同工 去曾经服侍过 别人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你们都碰到过 这样的婴孩 我们碰到一个新生的基督徒 我们是何等地欢呼 可是我们碰到一个 老婴孩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 就要为他们多多地祷告 就渴望神能够 让每一个已经新生的基督徒 明白我们将以做 属灵的婴孩为此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 这个婴孩 它就是流着口水 包着料布 要人家抱 要人家清洁它 要人家为它做所有的事情 那么圣经中讲到 这些属灵的婴孩 和属肉体的基督徒 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 他们当然不会流着口水 包着料布 他们的表现就是 比方说 真净 记恨 老路 结党 纷争 异端 醉酒 荒厌 圣经中讲到这种 属肉的表现有非常地多 所以这些就是 属肉的基督徒 或者叫做属灵的婴孩 他们的表现 保罗说 我只能用奶为你们 不能用饭为你们 是什么呢 是说 他们不明白神道 他们始终只在那个 重生得救 罪得赦免 除了重生得救 罪得赦免 他们不能明白 更多神的道理 就好比有 我听到有的人 说 除了耶稣基督为我定十字架 我不知道别的 这话是保罗说的 但是保罗说这句话 却不是为了让你来 说这句话 作为你不成长的一个理由 保罗说这句话的目的是 为了 宣扬纯正的福音 但是我们却不能说 除了耶稣为我定十字架 而死之外 我不知道别的 你当知道别的 在罪得赦免 重生得救之后 你要知道 如何照着神的心意 去活出基督的样式 一定要离开道理的开端 向前走进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属肉的基督徒 那么大家就想呢 以前有一个弟兄跟我讲 说 哎呀 你们大家去追求就好了 我已经足够了 反正我现在可以上天堂了 以后我就在天国当个 看门扫地的就可以了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很多人对不对 说我不用太追求 我也不用太学习 反正我现在已经接受耶稣了 以后到天堂去 你们都去当大官 做前排 我就在门口 当个开门的扫地的 我就已经很满意了 圣经中有没有讲到 这些人的结局 这些属肉的基督徒 如果一个基督徒 一辈子都是属肉的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 一辈子都是一个婴孩 它的结局是什么 首先的一点是 它是得救的 神的话永远不会落空 当你被圣灵感动 接受耶稣基督 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得赦免的时候 你就已经有了永生 这个永生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那些 属灵的婴孩讲的话也是对的 他确实不会被关在 天堂的门外 那么圣经中讲到 这些属灵的婴孩 是什么结果呢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说 人的功臣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 可能这段经文 我们平常很少讲 就是说 每个人在你重生得救之后 你就像一个建筑商 开始建房子了 假如说我们受洗之后 从受洗的那一天开始 你就开始建造你的功臣 这个功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功臣 那么有的人呢 我们就像那个三只小猪一样 是不是 有的人就建了一个草蓬蓬 有的人就建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房子 那么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哇 一阵大火 要把我们所有的功臣都烧一遍 检验一下 那么你的草房子 刷一下子就被烧没了 那么那些建立在真理根基上的大房子 依然屹立在那里 圣经中说 你的功臣被烧了 你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就是说你依然是得救的 但是你要受亏损 虽然得救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我们不能够理解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好像得救 但是像从火里一样 有一个 我记得有一个姐妹举例子就说 好像是失火了 你逃出来了 但是呢 你的家被烧光了 你自己也烧得遍体鳞伤那样 我说你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 神所说的这个 你的功臣被烧 但是你会得救 却要受亏损 而且像从火中经过一样 至少我们知道 那一定不是愉快的 那一定也不是我们所盼望 所向往的 而且至少我们知道 属肉的基督徒 将来会在神的审判台前 招任出他所做的一切 和所说的一切的话 所以这个叫属肉的基督徒 那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的 我们再看属灵的基督徒 还是这位弟兄画得很可爱的画 你看啊 我们还看刚才那张 属肉的基督徒 当他自己坐在宝座上的时候 他是劳苦愁烦 他是心中混乱 而且他身边的这些事情 你看乱七八糟的 他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切事情 所以他的信仰起伏不定 他的灵命忽上忽下 忽冷忽热 他身边的这诸多事物一团乱糟 这就是他的生活 他想靠着自己的努力 去过基督徒的生活 可是还不如不信主的人 因为不信主的人就 挽起袖子 直接就在这个世界上拼杀 你死我活 可是信了主之后 他又要百分之十地 在耶稣里 又要自己按照世界上的标准 所以他成了一个双面人 他成了一个自己 跟自己争战的人 他成了一个无论在教会 在耶稣基督面前 还是在世人面前 都惭愧 都丢脸 都失败 和都痛苦的一个人 所以他就是这样的 混乱 一团混乱 可是神不是要我们这样 属灵的基督徒是什么 当我们交出我们的主权 耶稣基督或者说以圣灵为代表 耶稣基督派遣圣灵 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 我们自己退下宝座 全然地接受圣灵的引导 全然地顺服圣灵的时候 我们人生的各项计划 就在基督的管理之下 合乎神的计划 有条不紊 我们小组中间 有几位连长的姊妹 每一次我们跟他们谈话的时候 就觉得他们的生活 怎么就会那么地简单 被圣灵充满的人的生命 就是这么简单 紧紧有条 他说任何事情 只要是神的心意 我就去做 阿爸父不允许我就不做 阿爸父喜悦的我就去做 就是这么简单 你看见他 你就看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所以我们一再总是在求 主啊你要求圣灵充满 我们似乎在七代天上 啪一个雷 一个闪电 击中我们的头 刷一下 我就变成圣灵充满的人 我们总是在期待 今天我去听了某某人的讲道 我去参加了一个神医特会 我去参加了一个退休会 我瞬间就变成了一个 圣灵充满的人 从此活出得胜的生活 不是这样的 弟兄姐妹们 神没有给我们这样一个 一个公式一样的神迹 一个瞬间的改变 我们要走自己 每一天的朝圣之路 就是在每一天 每一件事情上选择上 放弃自我的利益 不求自己的益处 顺服圣灵的意思 当你每一次做了小小的这一步的时候 那一刻你就是被圣灵充满了 当你每一次又想自己来做主将 耶稣放在身后 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但却不愿意去行 甘心乐意当属灵的婴孩 对阿爸父说 反正我还小 你就由着我嘛 反正你爱我 这样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圣灵的同在 所以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充满 绝不是一个神迹 绝不是突然头发就炸毛 浑身就发光 倒在地上又哭又笑 来是每一天每一天的舍己 每一天每一天的顺服 每一次 当你跟老公吵架的时候 当你跟孩子生气的时候 当你在想这个钱该拿不该拿的时候 当你在想这个事该做不该做的时候 你顺服 你明明知道神的意思 你有一点小小的顺服 你致死一点小小的自我 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你 就好比你那堵厚厚的布满灰尘的墙 你有一个小小的裂缝 神的光就照亮进来 所以圣灵充满不是一个神迹 也不是一个我们渴求的突然的瞬间的变化 来自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刻 我们每一天做一点点小小的简法 交出一点我们的主权 在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上 有一点点的顺服 真正的顺服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人不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很难 我们常常说 主啊 我不明白你的心意 所以我不能实行 有这样的情况 可是大部分的情况是 我们跟神讨价还价 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不肯放弃 我们不肯退步 我们逼着神退步 于是我们堵住了圣灵活水的源头 每一次我们的舍弃 每一次我们的顺服 就是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所以交出主权 这样的基督徒 就是保罗所讲属灵的基督徒 属灵的基督徒 就是在每一件小事上 顺服神的心意 听从圣灵的管理的基督徒 那么有的人就会害怕 对不对 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就不怎么喜欢他的妻子来教会 虽然他自己也信主 当然妻子比他追求 他就不乐意 为什么呢 他有一次就跟我讲了实话 他说我不想让他太追求 就信一下就好了 我怕他追求太狠了 信太深了 有一天把我们家房子卖了 到非洲去宣教去 所以这个其实代表着 挺多人的想法的 就觉得我们不要笑这个弟兄 我们自己心里也有这个意思 我们常常说 你要把你自己一切都交给神 交出你的主权来 但是我们心里觉得 力量有点悬 或者是 我们不是不信啊 我们是真的很信 为什么呢 我们觉得 如果我把我自己全部交给神 神肯定就有一些 不好的事情降临在我身上 突然我就破产了 突然这个 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跟我讲 他说我不能把我奉献给神 为什么 他说我心里老有一个感觉 一旦我把自己全然奉献给我神了 我父母就要出事 我心想你这次啥感觉 他就说 我不能这样 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人觉得 如果我全然奉献给神 神肯定就叫我 没得吃没得喝 过很穷的日子 也不爱我的父母 也离开我的老婆 也没有房子住 就跑到非洲去 受苦受烂去了 我不能 我不能把我自己全然奉献给神 神不知道要把我怎样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圣经中有一句话 爱里没有惧怕 记不记得这句话 我们有这样的惧怕来 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爱 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有小小孩 对吧 我们让小小孩 我们叫他做这个做那个 我们都是为了他的好 对不对 我们跟他该吃的时候吃 该喝的时候喝 叫他去干这干那 他就是不听话 对不对 那么有一天 这个孩子突然就跑到我们的面前来说 爸爸妈妈 我相信你爱我 我从今天开始 决定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 全部地遵守你的话 然后你一听 哈哈 这一下看我怎么治你 我们会这样吗 我们不会 对不对 我们当我们的孩子说 我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 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 巴不得用我们最大的努力 把最好的东西给他 只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天父呢 我们就像这个孩子一样 我们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说 天父 我把我的一生 我的财产 我的工作 我的钱 我的未来 全部交给你 我们天父就说 哈 这一下好了 看我怎么来治你 会这样吗 我们这些坏人 我们这些没有能力 爱心不完全 常常自私 常常软弱的人 尚且要拼尽我们的权力 把最好的给我们爱的孩子 我们那蛮有慈爱的天父 蛮有能力的神 为我们愿意舍弃他生命的神 会在我们把自己全然交给他之后 来害我们 来坑我们 来让我们 来折磨我们 来戏弄我们吗 我们何等亏欠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中间也许有很多的人 有爱心来为我们的孩子 付出一切 可是神 却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就已经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 承担我们所有的罪 所有的耻辱 所有的痛苦 可是今天我们却怀疑 当我们把我们这可怜的小生命 可怜的小财产 可怜的小地位 小美貌 小青春这些东西 交到神的手里的时候 神就会来害我们 会来逼迫我们 会来戏弄我们 会来羞辱 我们是何等的亏欠神的爱 我们自己坐在我们的宝座上 我们就像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乞丐 所以这个就是属肉的基督徒 和属灵的基督徒的区别 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所有那些 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 他们就是全然地交托在神的面前 因为他们相信 为他们而死的神 必定会将那最好的给他们 你看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奋斗努力 好不容易震到了一两个房子 还随时随地地害怕出漏子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老婆 还千疮排孔互相折磨 好不容易有了孩子 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有梦想 都寄托在这孩子身上 他却背力不说话 回头想想我们拥有的这一切 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安排 那天晚上我们小组查经灵修的时候 我们一同灵修的一句话是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 我们在座的十几位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来讲这句话 在自己生命中的见证 我们每一个人 当跪在上帝的面前 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的好处没有任何一件在神之外 弟兄姐妹们 你自己来回想一下 有多少人比你努力 有多少人比你聪明 有多少人比你条件好 有多少人比你尽前 可是你今日成为何等人 乃是蒙神的恩而成的 若是照我们的本相 我们今日不配拥有任何的东西 可是神却如此地爱我们 赐下祂的儿子 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 并将祂的平安喜乐 将祂的教会 将弟兄姐妹的爱 将祂属天的平安 将祂永生的承诺 全部都赐给了我们 可是我们却 仍然抓住我们自己的那些 小小的成就 小小的财富 小小的自我 我们不敢把它交给神 我们紧紧地抓住我们的那个 二鱼五饼 我们觉得这两条鱼呢 如果省着点吃呢 还能吃二十年 这五个饼呢 如果拿去投资 连利息百分之一呢 还能用上三十年 我们就是这样子在算起 就是这样子在寻求 我们自己的安全感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 两条小小的鱼 几个小小的饼 陷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 你看你的生命 将会成为何等的丰盛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许落 我们不会相爱 我们不会爱人 我们更不会爱神 我们在爱人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结婚了 但是我们还要签个财产协议 我们还得留点私房钱 我们还得对我们有一些人 不要公布自己结婚了 我们在某些场合 不要戴戒指 我们随时随地呢 还要准备开溜 我们拥有了结婚的地位 却完全地保留着自己 所以我们抱怨 哎呀 相爱怎么那么难 哎呀 婚姻怎么那么痛苦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 把自己交出去过 所以你一直是一个 可怜的自己爱自己的人 但是你的爱是何等的少 今天耶稣基督说 我的圣灵住在你的里边 它将成为活水的泉源 永远不渴 你从它里边支取的永远不渴 你从世界上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海水 越喝越渴 直到渴死 但是你若从你里边支取 那已经泪住在你里边的圣灵 你将永远不渴 因为它是那活水的泉源 所以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所以神不会因着一个 全然交托给他的人 就来轻看我们 就来折磨我们 就来戏弄我们 来是神会因为你一点小小的顺服 就赐下大大的爱 就像我们 因为孩子一幅画得歪七八糟的 我爱你 我们就恨不得把命给他 因为孩子一句轻飘飘的妈妈 谢谢你 我们就恨不得为他付出一切 今天我们若是在上帝的面前 小小的顺服 小小的信靠 神就何等的喜乐 要将他全部丰富的生命与爱赐给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 圣灵充满你没有 如果没有的时候 你就是属肉的基督徒 靠自己的努力来做基督徒 何等的失败 何等的辛苦 而当圣灵充满你 就是你把自己完全地交给圣灵来管理的时候 你就是属灵的基督徒 何等的喜乐 何等的荣耀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所渴望的一切 就自然而然地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会放胆讲论神的道 对不对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传福音 可以来明白神的话语 来讲述神的话语 一定是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 我们可以忠心做主的功 圣经中讲到 他们当初要选七个执事来管理饭食的时候 有一个条件是什么 被圣灵充满 就是在教会里做饭扫地 管理饭食 管理财务 管理音响 都需要圣灵充满 哇 这是不是很高的要求 其实不是很高的要求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 放弃自我的喜好 放弃自己的主权 听从顺服圣灵的管理 只要有你有点点这样的心 你就可以来做主的功 如果你没有 你可能做的就是 不愤 不平 埋怨 因为你没有得到 你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报偿 所以忠心做主的功 也唯有一个条件 就是圣灵充满 也就是说让圣灵做主 顺服圣灵 那么我们最渴望的 结出圣灵的果实 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当你被圣灵管理的时候 你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实 我们很多人以为 圣灵的果实是九种 对吧 仁爱 喜乐 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就讲 我现在已经结出了一两个了 我已经结出了 仁爱和和平 我现在下一个果子 是要结温柔 明年2019年 我的任务是结一个结智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图很有意思 圣灵的果子是一个 一个果子拥有九种不同的属性 比方说 你很难想象 一个温柔的人不良善 一个良善的人 不节制 一个节制的人不信实 一个和平的人不仁爱 所以当我们要结果子的时候 就全部结出来 这果子不是我们 乃是什么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里边有一个光 我们弄了一堵墙 把它围起来了 这个光有刺成红绿青蓝尺 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我们把它围起来了 所以我们就是一片黑 当有一天我们打开心门 破碎自我 让圣灵的活水流出 让神的光照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赤城黄绿青蓝尺 我们就有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温柔良善这一切的 因为这不是我们 来自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 来自我们里边神的生命 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努力地去结 最近我要 说话之前先数到一百 学习温柔节制 最近我要这个 绝不对人家发火 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都说OK 不OK我就说sorry 我要学习这个温柔良善 绝不是这样子的 这些果实没有一个是人可以结出来的 从你的肉体生命 从我的肉体生命 从任何人的肉体生命中间 结不出这中间的任何一个果子 乃是当我们破碎自己 打开我们的那个充满污秽 充满灰尘的墙的时候 我们里边泪住的圣灵 那住在我们里边 耶稣基督的光芒就照出来 耶稣基督的心香就散发出来 耶稣基督的果实 就从我们身上结出来 所以我们若是靠着自己想结 这些果子 你一个都结不出来 你只能结出这些果子的反面 仇恨 增进 嫉妒 论断 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们靠自己的肉体 结不出圣灵的果子 结出的是什么 基督在我里边活着 你把你的血管里边的脂肪 什么东西除尽 新鲜的血液就会流通 你的身体就会健康 你把那堵住水的堤坝拆掉 活水就会涌流出来 你把你自我打碎 破掉 降伏在神的面前 圣灵的果实 基督的心香 耶稣的生命就会从你身上活出来 所以这就是圣灵充满的表现 不是我们拼命地去求更多 拼命地做加法 来是做减法 每天把你的自我减掉一点点 每天把你的自义 自傲 自己做主 减掉一点点 每天把你的墙 拆掉一小块 你就会看到活水涌出 神的光芒照出 圣灵就大大的充满在你的身上 所以圣灵充满的方法 刚才我已经一再地讲到 大家想必已经明白了 不是去求神迹 不是去做工作 甚至不是去为主做工 读经祷告求得更多 来是做减法 来是 一点点地让自己死 你自我死去多少 圣灵就占有你多少 你的身体里边 你有一个非常强悍的自我 一个老我 一个罪性 你让它死去多少 你倒空多少 圣灵 占有你多少 拥有你多少 它就充满你多少 所以圣灵充满的方法 不是神迹 不是公式 不是突然的 来是每一天 一 你明白神的道理 神的真理是什么 神命令我们被圣灵充满 对不对 刚才那句话说 不要醉酒 乃要被圣灵充满 神命令我们被圣灵充满 神怎么会不让我们被圣灵充满呢 他既然命令我们被圣灵充满 他就一定会让我们被圣灵充满 那么他既然命令了我们被圣灵充满 我们却没有被圣灵充满 那错在谁呢 那一定是我们出了问题 对不对 他命令我们做 不可能他自己不愿意做 所以我们不要向神求 神啊 求你让我被圣灵充满 神说我已经一再命令和要求你被充满了 你还求我干什么 这就是我的命令 对不对 就像我们跟孩子说 你快去吃饭 你把饭吃完 这个孩子说 妈求你给我饭吃吧 你说我已经喊了你很久 饭摆在那了 这是我的命令让你吃饭 为什么你还要求我给你吃饭 所以这就是这样 神说我命令你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不用再去求神 让我们被圣灵充满 我们要求神 让我们钉死自己 让我们破碎自己 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掌权的生活 全然的绝望 让我们看到我们靠自己的努力 做基督徒是何等的失败 我们求神打碎我们自己 求神让我们死 就如圣经中说 看罪 我们看罪要向自己是死的 很多人觉得 这个不是假装吗 我没死呢 我里面的老我强大着呢 为什么圣经中说 你要看自己像最是死的 就还是刚才结婚的那个例子 对吧 我今天结婚了 那么从此我有什么变化呢 没有太大变化 我到单位去 或者我出去上街 出去酒吧 没有人知道我结婚了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什么标志的话 那么我要看自己是 不available的 有人来找我聊天了 有人来给我发暧昧的信了 有人来约我去做 只有单身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死了没 我没死 但是我要看我自己是死的 我清楚地知道 我已经结婚了 我的地位是我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 所以这些事情我不可以做 同样的道理 圣经中说 当圣灵在你们心里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嫁给了 就举个例子 嫁给耶稣了 这个时候你看你自己对罪 是不available的 最说 现在我们去干什么 我们去拜偶像 我们去算命 我们去撒谎 我们去奸淫 我们去偷盗 我们去做这些 你说我看这些 这些事情对我来说 我是不available的 我就像一个死人一样 对这些事情是没有反应的 我就像是一个结婚的人一样 我对这些邀请是不能有反应的 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中讲的 你们向罪要看自己是死的 不是说我们假装 我已经死了 不是说你假装你已经死了 而是你要看清楚你的地位 因着你的地位 你已经重生得救 所以你要看这些是死的 正如因着你已经结婚了 你对其他的那些人 要看自己是不available的 这个不是假装 来是这就是你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你的身份 这就是你的职责 这就是你今天所要活出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求啊圣灵的充满 来是我们要明白 圣灵充满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唯一阻挠圣灵充满我们的 是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最大的罪 就是不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 主宰的罪 你已经让耶稣做了你的救主 没问题 耶稣不仅要做你的救主 还要做你每一天生活的主宰 我们在绝治祷告的时候是说 求你来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宰 不能做完救主就完了 来是他救了你之后 你的一生要听从他 所以你要悔改 悔改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自己绝望 你要对自己绝望到一个程度 你才会彻底地顺服在神的面前 你依然觉得你可以靠你自己 在世界上安排一切 你依然认为你的好处 可以在神之外 你就很难被圣灵充满 你很难把主权交给神 对自己绝望 对神顺服 你要承认 主啊 我承认 我拥有的只有失败 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 顺服 第三顺服 交出你的主权 在每一天 每一件小事情上 在你知道神的旨意 是什么的时候 交出你的主权 一滴一点的顺服 就是圣灵 一点一滴的充满 最后 信心 相信神的应许 神说 我命令你被圣灵充满 凭着信心 我们就可以被圣灵充满 因为神的话 一句都不会落空 所以被圣灵充满 不是某些人的特权 不是某些特别 属灵的人的特权 是我们每一位 普通的基督徒 都拥有的神的应许 因为神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 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前提是 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大家要看清楚这句话 不是说我们若求什么 他就听什么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 他的旨意是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 我们照他的旨意求被圣灵充满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存 坦然无惧的心 我们不害怕 我们自己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之后 会遭遇什么不幸 因为神是爱我们 并全然为我们而死 他将把一切的美善 所想不到的赐给我们 神所赐给我们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而若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向 所以我们要存 坦然无惧的心 把自己交给神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他的 无不得招 神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向 若他不给我们的 我们都不知道那是怎样的陷阱 若他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向 将是拿最丰盛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就因着神的命令 和因着神的应许来一同祷告 我们恳求弟兄姐妹们起立 我们一同怀着信心 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宣告 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主权 我们愿意被圣灵管理 求圣灵充满我们 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祷告词 亲爱的天父 我需要你 我承认我一直在管理自己的生命 一致得罪了你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因为基督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现在我再请基督管理我的生命 求你用圣灵充满我 正如你命令我要被圣灵充满 也正如你话语应许我 只要凭信心祈求 便可被圣灵充满 如今我感谢你管理了我的生命 并且用圣灵充满了我 我这样凭信心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感谢大家 请坐 所以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